因为这个厨房开到 没有工啊 薄啊 什么 因为都看不到 所以在那边做的东西没用的 没用的 因为我现在开始 都看不见了 马来西亚奔征慈激照顾户 房眼城的母亲 因为轻光眼几乎看不到 平常儿子去上班 自己一人在家的房妈妈 还能靠摸着墙壁行动自如 但就是如厕问题大也危险 49岁的黄眼城 自己也是轻光眼 失利不好 找工作也困难 无力改善居家环境 志工关怀计划 帮他们改建厕所 不用再担心母亲 如厕跌倒摔伤 连藏污纳垢的厨房 志工也用心清扫 地面上很多垃圾 就包括一些老鼠庙 老鼠糞的味道很重 吃苦耐劳 但还是难免有花蓉失色的时候 看到老鼠跑出来了 很多吗 看一家庭了 爸爸妈妈小小老鼠 你们有被吓到吗 我们跑去外面 五年多来 慈激人的关怀与付出 点滴心头 虽莫祝福 即使当天有工作 也要请假来参加 为的不是多吃这一口饭 有如一家人的情感 岁岁年年 举起新灯 善念共振 大爱新闻 唐电光 董燕荣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